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争议越来越多 最为凸显的是嘉宾阵容频繁更换 从最早的邓超 陈鹤等人作为常驻嘉宾 到第五季开始由李晨 杨颖和郑凯三人撑起节目 其他嘉宾依然是一幻再幻 这一季相较于前几季来看 在嘉宾人选上是符合大家期待的 蔡徐坤和沙逸已经参与过多期节目的录制 而周深和白露的综艺感也极强 两人都为节目带来了更高的关注度 只不过对于老粉来说 依旧更为怀念邓超等人最初组成的跑男团 其次是广告频繁植入 游戏环节无趣等问题 但最棘手的是这档节目已经变得不再独特 奔跑把手机推出时 最为抢眼的设定就是斯明台 包括游戏环节也经常是嘉宾们高强度的奔跑 让节目的好看程度大大提升 其他的挑战类综艺节目虽然也会有不少竞技游戏的环节 但却不像斯明台这么有特色 然而自从第五季邓超等人退出节目后 奔跑把的斯明台的环节就被省略 经典的游戏内容十分少见 非已 纸压版等约偶尔才会出现在节目中 不仅如此 室外的奔跑环节也几乎都改成了室内 在上一季的奔跑把黄河片中 终于加入了纸压版 但也仅仅只有几块 嘉宾们抱住冬瓜和蔬菜站在纸压版上 很难制造笑点 也很难让观众感受到这些嘉宾们的痛苦 反倒是作秀的成分更多 最新一季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首期节目播出后 更是被观众频频吐槽无聊 嘉宾越请越多 但就是没有起到带动节目口碑的作用 甚至没有输出多少笑点 也没有在最后看到嘉宾们撕名牌 属实是让人有些遗憾 不过时隔好几季节目后 奔跑吧终于要回归游戏的初衷了 目前下一期节目已经放出了预告 从游戏环境来看 无疑是一万奔跑吧经典游戏的极大城 最亮眼的是斯宁牌和卧底游戏 这一期飞行嘉宾还请来了张大大 张碧晨和王鹤底 节目设置了三个卧底 这一大手笔的举动也让人不免联想到了 第四季谁是卧底的游戏 嘉宾们互相猜疑 节目效果拉满 这一次预告片中嫌疑最大的是周深 蔡徐坤和张碧晨三人 作为飞行嘉宾的张碧晨险少参加奔跑吧 在节目中他问出坏人是否互相知道他们三人是谁 就引来了张大大 杨颖等人的质疑 要么是真的不知道 只是纯粹发吻 要么是玩了少没经验暴露了自己 而蔡徐坤之所以嫌疑较大 是因为出现了他在背后偷袭李晨并撕他名牌的镜头 不过蔡徐坤也有可能是无辜的 在四名牌环节开始后 蔡徐坤先是找地方躲了起来 而他自己也解释到如果是卧底就会直接去撕 如果不是蔡徐坤 那么被撕的李晨嫌疑也很大 而周深之所以也有卧底的可能 是因为杨颖 白露等人将他围攻 不得不说 看住弱小又可怜的周深 实在是既心疼又好笑 一边奔跑一边用一只手抓住名牌 一看就是从来没有撕过名牌的小白 由于这一季的主题是古堡 也让人联想到了第四季 卧底们隐藏的都很少 邓超还被陈佳化的一个惊悚眼神吓到 直接成了他的心理阴影 这一季谁将贡献名场面 谁又隐藏的最深 悬念感满分 同样是卧底可能的还有杀意 杨颖这些老成员 一来对节目的规则十分熟悉 他们最懂得伪装自己 尤其是杨颖 早前就在节目中就做过多次卧底 如鱼得水 往往隐藏到最后才会被揭穿 而在正片中 他不仅将矛头指向了周深 还一阵言辞地猜测卧底的人选 这也是杨颖在以往节目中 做卧底时的常规操作 先把自己撇干净 再将嫌疑引向其他人 也增加了她是卧底的可能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